可以尽快采取六步操作 1.留存银行卡未离身的证据 最简单的方式是去附近银行网点或ATM机进行存取款查询等交易 并保存好评条 2.打电话给银行客服挂施止损 异地为卡倒刷的情况下 先挂施银行卡再尽快持卡去银行打印相关凭证 3.向银行询问倒刷的方式、时间、地点、交易另一方账户信息 必要时记下客服人员号码 跨行交易可以向中国银联调取凭证 4.拿银行卡相关单据和本人身份证件到派出所登记 再到刑侦部门立案 如果需要去案发地报案 需保留前往案发地的交通凭证 5.拿立案的回执单与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涉 6.如果问题仍未解决 则咨询律师起诉